星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 独做一个人 独明一点理 独悟一些缘 独懂一颗心 欢迎来到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妙开 大家平安吉祥 从前印度有一个 信佛非常虔诚的国王 叫做欧狱王 有一年 欧狱王举办共僧法会 离请全球的高僧 前来接受他的供养 按照佛教的规矩 在共僧的时候 斋主不但要备办 许多精美的佳肴 也要向所有的出家人 一一鼎礼 表示内心的恭敬 欧狱王依序向高僧们礼拜 拜到一位小沙咪的面前时 国王愣住了 他心想 我是个国王 难道要跟一个小孩子顶礼 这样不是有失颜面 若不败 又会被人讲话 受人议论 想来想去 他只好勉为其难的 把小沙咪请到没有人的地方 向他顶礼 顶礼后 欧狱王悄悄的对他说 我是个国王 你是个小孩子 我今天向你鼎礼的事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 小沙咪听了欧狱王的话后 就把吃饭的波拿了出来 摆在地上 这时小沙咪突然腾空一要 顿时缩小了身形 进到了波里 不一会儿 他又跳到波的外面 之后又跳到波的边缘 走来走去 看着小沙咪在波里波外游走 欧狱王简直目瞪口呆 小沙咪恢复身形后 走到欧狱王的身旁 小小声的在他耳边说 国王 我只是个小孩子 刚刚您看到的 也不要告诉别人哦 两人 不要告诉别人的对话 既幽默 又意义深远 小沙咪展现神通 是要告诉欧狱王 不应该只有李静年长者 小也不可以忽视 因为欣欣之火可以燎原 小王子将来可以成为国王 小沙咪有一天 也能够成为大法王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收听我的阅读时光 祝福您在生活中 事事都能积少成多 事事都能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着手 并能在阅读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出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回见 每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 For your 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